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抬头仰望 可见高悬在空中的环形齿轮观景台和高耸的五朵花瓣 虽然出自苏联设计师之手 但纪念碑造型仍然保留了古埃及艺术 庄严与婉约完美融合的特点 使人感到敬畏的同时 仍不失优雅的韵味 如果说建筑是一部凝固的史诗 那么每朵花瓣上的浮雕 则是描绘埃及人民不同生活层面的美好篇章 第一个花瓣位于面对纪念碑入口的位置 在它的上部刻有一段古兰金话语 我们用水创造了一切生命 在古兰金诗句之下 有分别象征着埃及和苏联的 正在向神祈求降雨的双手浮雕 双手之上的浮雕显示了上帝对祈雨的回应 雨水开始下落并流入双手之间的尼罗河 在花瓣的右侧 有已故埃及总统加迈勒阿卜杜勒阿尔纳塞尔 和穆罕默德安瓦尔阿尔萨达特的肖像和语录 以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国徽 在花瓣的左侧 则刻有两位总统语录的俄文翻译 以及苏联国徽 第二朵花瓣位于第一朵花瓣的东侧 上面的几何浮雕显示了水力驱动涡轮机 从高坝水电站发电的场景 左边描绘的是两个工人 一个齿轮和焊接作业时蹦出的火花 它象征着工业的繁荣 第三朵花瓣上的浮雕描绘的 是一名老师和学生指认着字母表 在他们的身后 是一个放置有各种书籍的图书馆 它象征着教育的繁荣 第四朵花瓣上的浮雕 展示了一位埃及努比亚地区的妇女 指着努比亚手工艺圆盘 右手持有象征着上埃及的莲花 以及象征埃及伊斯兰艺术的 几何藤曼花纹浮雕 仔细观瞧 盘子上的文饰 是独特的伊斯兰藤曼花纹与莲花的组合 第三朵花瓣左侧的浮雕 和第四朵花瓣右侧的浮雕 形成了一个组合画面 一个男人和他怀孕的妻子 沐浴在阳光下 深情地注视着彼此 他象征着对新生命的期待 第五朵花瓣位于第一朵花瓣的西侧 通向观景台的小型电梯就安装在这里 电梯门右侧的浮雕 描绘了一个温馨的家庭 身着传统埃及服饰的妻子 将小麦制成的圆形面包递给他的丈夫 而他们的小儿子则手指一颗小麦碎 这象征着高坝 新增灌溉农业用地 而形成的农业发展 电梯门左侧的浮雕 描绘了河水从大坝流向下游 灌溉埃及所有的农业地区 中间的浮雕描绘的 是菱形的水滴落在巨大的麦穗之上 象征着尼罗河河水与降雨 形成了灌溉的良性循环 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他们是应用埃及特色元素 受苏联建构主义风格 以及太空时代影响的艺术作品 苏联的建构主义诞生于社会主义革命之后 它是社会主义 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时人们寻求一种新的艺术秩序 目标是消除传统的艺术影响 而用构造代替 它在继承了苏联深厚 宏大性审美风格的基础上 将所有内容简化到最基本的层次 向社会公众灌输新社会主义乌托邦 崇尚理想的美学模式 表达人民群众在那一时期 渴望创造历史 建功立业的愿景 此外 每朵花瓣上主题浮雕的背景 由抽象几何图形构成 具有上世纪太空探索时代那种梦幻 赋予科技感的风格特征 建筑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就像历史地层里的生物标本 伟大的建筑物 如同巍峨的山巒 是漫长岁月意识形态积累的成果 是永恒的岁月丰碑 即使时代变迁 只要建筑物尚存 无论以完整或残缺或遗迹的形态 它们都在向来往的过客无声地诉说着 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过往